大家好,这里是大力气球学院 今天我们教大家检测这种空调古风机 有四个档位的,如果没有风,该如何检测 第一点,如果只有四档 一档,二档,三档全都没风 那直接换电阻 好,那么到电阻这里来 我们看,这一个即为风机电阻 那么风机电阻呢 因为我们开关是控制负极的 所以打开钥匙过后 这四根线都有电 每一根线都有电 即可代表电阻是好的 如果哪一根线没有电 如果哪一根线没有电 这四根线挨个去测试 如果有一根线没有电 即可代表这一个档位的电阻烧断 大家好,这里是大力气候学院 今天我们教大家用这个湿灯 来测量VVT电磁阀的信号线 在测量的时候 我们先将湿灯的功率湿灯拔了 只留下LED湿灯 然后将湿灯的夹子 搭铁,也就是夹负极 分别对两根线进行测量 我们使用探针 好了,然后测量 这一根线加油 好,我们看到加油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变化 这一根为电磁阀的电源线 然后再换一根 来 靠近一点 好,等一下 不加了 不加油了 好,加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湿灯呢 有闪烁 那么闪烁的这一个呢 是电脑板控制的搭铁线 通过这一个沾空笔控制的 所以我们在加油的时候 会看到湿灯在闪烁 OK 大家好 这里是大力气候学院 今天呢 我们教大家如何测量漏电 就是精采电流 那么平时呢 我们很多学理工 都是将电瓶的正极或者负极拆了 然后在中间穿上一个电流表 这个时候 用电流表显示的数值 来判断这个车有没有漏电 按这种情况下 如果遇到稍微好一点的车 那么很多学理工 就不敢去拆电瓶 但是不拆电瓶 又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车 有没有漏电 好,这个时候 我们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 我们的外运表 最小挡位 有200毫伏和2伏挡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学用最小的档位 200毫伏 接着 在车辆休眠过后 对某一个 随便一个保险 就两端进行测定压 看到我的表霸 看到我的外运表表霸 是保险丝的两端进行测量 这个时候 外运表会有显示 而显示的数值 正常情况下为0 如果说 这个车某一个用电器 是打开的 没有关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前大灯 是打开的 大家看 我们测量这个保险丝 两端的电压 OK 打开大灯 看 保险丝两端 看好了 我的外运表 保险丝两端 是有电压的 那么这个即可代表 这一个保险丝 所负载的用电器 是一直在工作的 好 喜欢的老铁 酸鸡666 想知道为什么这样测 欢迎关注我们